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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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传 尚书 幼蒲燎 觐见 臣司马懿叩见吴皇 平身 赐座 爱卿啊 这孙吴一直蠢蠢于动 朕决定既日启程 前往边疆看看战士们操练得如何 吴皇秦政爱民 一统三国 指日可待 是后方的事情呀 朕一直不放心 想来只有委托你了 只有你能为朕解西固之忧啊 来人啊 宣诏 司马懿听旨 命司马懿留阵许昌 任扶军大将军 领兵武迁威慑一方 并统领尚书氏批阅奏折 钦此 政权军权都授予司马大人一人 甚至让司马大人批阅奏折 这是何等的恩宠啊 司马大人 恭喜您啊 接旨吧 臣断不敢受 海青啊 认此职并非荣耀之事 只是为我解忧罢了 这 不要再推辞 这是朕的旨意 臣定当竭尽全力 万死不辞 恭喜司马大人 然而 贵王曹丕如此倚重的司马懿 仅仅二十多年后 便以曹丕之职 曹爽 谋反为命 发动政变 大肆屠杀 曹氏宗亲 并诛灭三族 这三族的范围 比九族的范围还要大 灭三族指的是父亲九族 母亲九族 加上妻子九族 总共二十七族 连出嫁的姐妹们都要被杀 死者近达五千多人 不仅如此 司马氏还将曹氏剩余的宗亲 集中于叶城居住 并禁止往来 实际上就如同囚禁起来 对于司马氏篡权 晋书宣帝记中记载 是因为司马懿天生有狼固之像 禁书中说 魏武茶地有熊豪志 闻有狼固像与艳志 所谓狼固之像 说的是 人可以将头一百八十度旋转到身后 而身体不动 曹操听说此事后 想要试探真伪 毕尔 你可知司马依有狼固之像啊 父亲 书中说 有狼固之像者心怀叵测 有谋反之心 依而成看 仲达先生 其心可见呀 前一日 是 我想试探他 别让他走在我的前面 我又把他叫住 结果 他果然暴露出 他的狼固之像 父亲 传说未必可信 切莫因为传说 而损失了一位忠臣 尔啊 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让司马懿 干预你的家事 不得不防啊 儿臣一定铭记于心 不过 近代的史学家们 却认为此事不可信 常人是不可能将头 一百八十度旋转 且身子不动的 况且据史料记载 司马懿早年并无谋反之心 相反 他还是个求仕途 善于官场之道的人 那么司马懿是如何 一步步获得曹家的信任 最终又发动政变的呢 司马懿初入政坛 是在他二十三岁那年 公元二零一年 司马懿被取建为上纪院 这一官职虽然不高 但职务却可以见到天子 每到年终时 都要代表郡守 入京像皇帝或者司徒 司空 司马三公 回禀这一年的政绩 就在这期间 时任司空一职的曹操 见到司马懿 想把他招揽到自己府中做官 然而司马懿却装病 拒绝任职 曹操招司马懿做官 司马懿不仅拒绝任职 还装作患有封闭之急 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史书《晋书宣帝记》记载 帝之汉运方碑 不欲曲解曹氏 此以封闭 是由于司马懿瞧不起曹操的出身 司马懿出身名门 祖上世代为官 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 曾任东汉经兆隐一职 相当于今日首都的市长 而曹操的出身却很卑微 其父曹松乃是东汉末年 宦官曹腾的养子 东汉末年太监作乱 世人都以跟太监为伍 而感到羞耻 而且早年曹操能入官场 还是因为司马懿父亲推荐 所以司马懿不愿意 臣服于曹操 而且曹操虽然已经 当上了司空一职 但只是初步掌控朝政 地位还不算稳固 东北 西北 江南的广大地区 都控制在其他势力手中 所以司马懿见曹操的前途 并不明朗 怕影响自己日后的仕途 才不愿认知 但如果直接说自己不愿就职 难免会得罪曹操 所以圆滑的司马懿 说自己有病 由此可见 司马懿在青年时期 就对从政之道颇有研究 这正是受到家人的言传身教 而司马懿真正走到曹操的身边 是在七年之后 公元二零八年 五十四岁的曹操当上了成将一致 总满朝政 此时的局势与七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绍的势力 并统一北方 而且牢牢掌控着政权和军权 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 发展生产 发展教育 这时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觉得 曹操大事已成 便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曹操属下任职 曹操没有忘记当年司马房的提携之恩 便征辟已经成年的司马三兄弟 到自己府中认官 可以说 司马懿有今后的成就 和他显赫的家世是分不开的 当时曹操最看重的是老大 司马懒 司马懒二十二岁 便在曹操手下做官 已有十余年 他当宪令的时候 百姓们都十分爱戴他 于是曹操便任命司马懒为丞相主部 在自己的身边做个秘书长 跟大哥相比 司马懿和弟弟司马福的官职 则要逊色得多 只在丞相府中担任文学院一职 负责教导曹丕 此时曹操大事已成 在朝中独揽大权 邪天子已令诸侯 为了得到曹操的重视 司马懿时常揣摩曹操的心灵 史料记载 司马懒一直秉持着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的谨慎原则 三思而后言 该说的要说 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曹操征讨张陆时 司马懿随军 他认为当时正是攻打刘备的好机会 便向曹操献策 但曹操并未采纳 见自己的意见 与曹操的想法不相符 司马懿便不再多言 这种性格颇受曹操喜爱 公元二一九年 刘备攻占汉中 自立为汉中王 关羽北伐曹操卫 为曹卫大将曹人于凡城 此时许昌以南 纷纷响应关羽 关羽威震华下 而许昌距离凡城很近 曹操感到威胁就在身边 为了躲避关羽的锋芒 一度准备迁都河北 司马懿便出计策 他认为刘备 孙权 外亲内书 现在关羽作大 孙权必定更不高兴 把这事儿告知孙权 他便会牵制关羽 则凡城之为自解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计策 孙权古人齐取江陵 关羽被其辅杀 孙权向辈称臣 并恳请曹操称帝 做出示好的举动 而司马懿也揣摩曹操的心理 扮演着讨好者的角色 孙权 让我称帝 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 汉运垂中 十分天下 丞相已有其酒 理应顺应天命 称帝 我乃汉氏大臣 我若称帝 岂不成了众师之弟吗 上古时期 于下商周 不也都称王了吗 他们也是为天之命呀 我怎敢自比先贤呢 丞相比先贤 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理应顺应天命 成帝 父王 此事不可再提 曹操虽然嘴上说着不可称帝 但司马懿明白 他心里早就想称帝了 为此特意劝说 以显示自己拥立曹操称帝的决心 可见司马懿圆滑的处事风格 和想要升官进爵的迫切心情 听到司马懿的规劝 曹操自然十分高兴 但此时曹操手下猛将云集 谋士多如牛毛 比如郭家 寻狱 寻忧 成狱等 尤其是郭家深受曹操喜爱 司马懿在曹操的手底下并不出彩 那么司马懿的命运 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 这一切主要因为曹丕日后的登基 司马懿幸运地跟对了人 曹操让司马懿陪伴二儿子曹丕读书游玩 并让老三司马福陪伴四子曹直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 但真正能担当继承人的 只有二子曹丕和四子曹直 按照立长不立右的老规矩 表面上使曹丕更有优势 然而在曹操的眼中 四子曹直自幼聪慧又闪文章 所以更倾向于立曹直为太子 尤其在同聚台的事件上 曹直更是大放异彩 公元二一零年 曹操在夜城修建的同聚台诺证 他召集了一批文士 以同聚台为题 登台作父 曹丕 曹直都在其中 众人之中曹直最先交卷 文章的第一句话便提到了曹操 从明后而西游西 意思是跟随丞相 游春观景 紧接着就是对曹操的赞美 大意是登上了同聚台 欢愉之情油然而生 仰脸望天 天空显得无比开阔 低头望地 地上记载着丞相的伪迹 整篇文章都是结合景物 来赞美曹操的 收尾的两句 愿思台之永故喜 月中古而未央 意思是希望这台子永远脑骨 快乐的心情永远都不会结束 也暗指希望父亲的政权永故 曹直的文章不仅词句优美 而且甚得曹操的欢心 而曹丕的父 一心在描绘同雀台之壮丽高俊 竟无一字点到要害 曹操看后 对曹直的文章是赞赏不止 对曹丕却感到失望 便有了要打破 立长不立右这一规矩的心思 曹丕跟曹直这弟兄俩 他们的幕僚啊 比方说曹丕手下的许干啊 应唱啊 就这些人其实在政治上对曹丕来说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真正对曹丕在政治上能起到作用的 其实就俩人 一个人是陈群 著名的迎川谋士 还有一个人就是司马懿 曹直呢就更有意思了 曹直身边的这些人 基本上全都是文艺幕僚 陪他喝个酒行 打个猎行 在一块尹师作父可以 真正能够对曹直的政治前途有作用的 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杨修 政治智慧还是可以的 他们家四氏三公 在这个三国人物里面 四氏三公的除了袁绍家 大概也就是只有杨修家了 所以曹丕和曹直之间的较量 也就成了司马懿和杨修之间的较量 而此时杨修 无论是在家族背景上 还是官职上都胜过司马懿 这让曹丕很是担忧 只好把自己的谋士 无知藏在竹箱子里 用车拉进府中商业谋话 不料却被杨修得知此事 并禀告给了魏王曹操 父亲 坐 皮尔 昨日杨修来告你的状了 父亲 儿臣不知道杨大人所告何事啊 何事 他说你勾结陈子 有不轨欣慰 绝无此事 父亲请您明察 哦 他是无限你了 前两日 你用车拉进府里的是什么东西 徐少已经查验过了 车里面全是些布匹跟绸缎之类的 请父亲明察 原来杨修第一日向曹操告密时 已被曹丕得知 为了掩人耳目 第二天曹丕特意命人装一车绸缎 再次入府 不料杨修却上了沟 就此落下一个诬告曹丕的嫌疑 杨修诬告五官中郎将曹丕理应治罪 但曹操并没有深究此事 不过这一件事 让曹丕曹子两兄弟的局势有了转变 重大先生 既然父亲相信是杨修诬告了我 为何不处置他呢 丞相的心思岂是你我所能揣摩 难道父亲更加喜欢四弟 你兄弟二人各有所长 他是丞相还须深思熟虑呀 那如何才能帮助父亲下定决心 立我为世子 还请先生明示 四公子善于诗文 而公子就不要在文学造诣上 与他一较高下了 这是一技之短 功比之长啊 那该如何呢 四公子虽然善于诗文 但是极其自负 适才傲物 家帝在其身边多次劝谏 四公子都不愿接受意见 昔日丞相听闻 可以马上得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甚是欢心哪 哦 先生的意思 我懂了 一次曹操出兵打仗 曹植 曹丕都来送行 临别是 曹植高声被送了 为曹操歌功颂德的华美篇章 在场的人都十分赞赏 而曹丕健壮却泪流满面 口中表达对曹操出征不舍的意思 顿时让曹操颇为感动 而曹植果然因自负 接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公元216年 六十二岁的曹操 率军从淮南进攻孙权 自古以来 皇帝出征都是太子留守国都 而这次曹操却让曹丕随军出征 只留曹植留守 可见其中的深意 然而当曹植听门前线传来捷报时 高兴地竟和心腹幕僚们喝起了酒 酒过三旬 曹植又吩咐侍从背车 并且执意要从司马门出征游玩 要知道司马门外 修建了方便天子出入宫的迟道 除了曹操本人 其他人是竞争适应的 但曹植却不管不顾 迟道两层百姓 听到声音 都以为是曹操回到了夜城 待曹操凯旋而归 听说的此事异常震怒 心想难道曹植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当即处死的守门的侍卫 又痛斥了曹植 眼看弟弟曹植栽了跟头 曹丕便趁机与朝中大员搞好关系 让他们支持自己 并拉拢曹操身边的机械 让他们吹吹曹操的耳边风 被自己说情 第二年10月 曹操正是理曹丕为魏国四子 但对四子曹植仍然抱有期待 就在此时 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 并逝了 没有大哥的帮衬 司马懿更要尽快取得曹氏父子的信任 而曹丕就是他唯一的突破口 依照制度 太子可以设置下属官员 司马懿便设法将三弟司马福 调任到曹丕府中 哥俩共为太子中树子 这一职位虽然不高 但是却能与曹丕朝夕相处 出则同车 入则同事 司马懿还与同样颇有智谋的 陈群吴志 和善于领兵的朱硕一起 联手 共同辅佐曹丕 两年后 曹人被关于困于返城 曹操命曹直率军前去救援曹人 这正是曹操给曹直掌控兵权的象征 结果出征前 曹直喝得明底大醉 曹操几次派人来传曹直 曹直都昏睡不醒 一气之下 曹操便取消了曹直带兵的决定 在史书三国志中 记录了一个细节 直将行 太子引焉 逼而醉之 王昭直 直不能受王命 故王怒也 原来宴请曹直喝酒 并趁机灌醉他的 正是曹丕 从此以后 曹操便对曹直彻底失望了 为了稳固曹丕的权力 避免日后兄弟相残 曹操在临终前 为儿子曹丕扫清了障碍 将曹直的谋事 杨秀杀死 杨秀一死 就意味着曹直失去了弊堡 曹丕才会没有对手 未来王位才会稳固 在曹操立世子一世上 杨秀判断失误 最终丢掉了性命 公元220年 曹操与洛阳逝世 享年66岁 嗜好武王 曹丕登上王位 当年十月 支持魏王曹丕 代汉称帝的舆论 便进入高潮 这其中 当然少不了司马懿 他以督军御史忠诚的身份 帅领下属四人 共同上了一分 劝敬表彰 请曹丕 早登皇位 如此尽心尽力 曹丕都看在眼里 正如司马懿所期盼的 曹丕代汉称帝之后 自己的官职 也迅速穿升 几年内 他便官职上书 根据史书记载 曹丕在位的时间 总共是68个月 这期间 他在外征战和巡游的时间 便占到了44个月之多 皇帝在外巡游 居无定处 后方的一切 都得有一个 靠得住的大臣 全权负责 而这个人 曹丕选择的 正是司马懿 在曹丕的眼中 司马懿是既忠诚可靠 又能干的人 从自己位立王储之时 到如今代汉称帝 司马懿一直是 尽心尽力地辅佐自己 对于曹氏宗亲 曹丕为王子时 就与几个弟弟争权 所以曹丕并不相信 自己的兄弟 反复考虑之后 他觉得只有司马懿最适合 这才有了节目开头提到的 不同寻常的任命 曹丕升任司马懿 为辅军大将军 并兼任尚书氏 可谓是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 此时47岁的司马懿 虽然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 但也被繁重的功募 累得病倒了 可即便是病重之事 司马懿也没有荒废争 只可惜 魏文帝曹丕的身体远不如司马懿 他只做了七年的皇帝 就死了 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病重之时 曹丕临终一命 让征东大将军曹修 与中军大将军曹真 镇军大将军陈群 辅军大将军 司马懿 作为辅政大臣 共同辅佐新皇曹瑞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皇登基还会像以前那样 重用司马懿吗 起初确实不会 魏王曹瑞虽然年纪轻 登基的时候仅仅二十三岁 但他的政治手腕 一点不输给其父王 曹瑞刚一登基 便对朝廷要员进行重新任命 他命曹修为大司马驻守扬州 对付孙权 命曹真为大将军 被派往关中战区 对付诸葛亮 命司马懿为票计大将军 被派往南方战区 镇守吴蜀两国的结合部 表面来看 这四位辅政大臣 在曹瑞手下都得到了重用 实则不然 曹瑞把其中三个功劳较大 威望颇深的辅政大臣 都调离了权力中心 朝中只留下性格软弱的陈群 负责上书台 留在曹瑞身边处理政事 刚刚登基 曹瑞便将权力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原本位高权重的司马懿 被调去了边防 如若是别人 那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但司马懿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此次被调离 眼下看是必大于利 但长远来看却不尽然 司马懿此前虽然名为 扶军大将军 但却从未曾真正带兵打过仗 司马懿认为 这正是自己磨练带兵打仗的大好时机 而很快曹瑞也开始重用司马懿 司马懿当已到任 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就出 给他送去一封信 麻痹他 信中对孟达说 诸葛亮故意放出消息 说你想背叛魏国 是破坏你和魏国的关系 信中又说 你曾经背叛蜀国 蜀国人都对你恨之入骨 我相信 这定是诸葛亮的反奸计 孟达收到信件后喜出望外 果然如司马懿判断的 对起兵一事犹豫不决 孟达认为 晚城和洛阳相距八百里 离新城一千二百里 司马懿若要讨伐我 需上表给天子 来回的路程 少说也需要一个月 于是便想趁这段时间 考虑考虑 究竟该何去何从 但让孟达没有想到的是 司马懿这次是先战后纵 他亲自率军日月兼程 仅八日就兵临城下 兵分八路攻城 仅十六天 便勤斩孟达取得胜利 这一战 让司马懿在军中 树立起了威信 也让魏民帝曹队 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 司马懿出道比诸葛亮要晚的很多 其实他俩年龄差不多 但是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时候 大将军曹真去世了 所以说当时曹锐 威民帝 马上就想起 还有司马懿这种人来 让司马懿出来 来主持前线的工作 司马懿这儿 知道自己是能拖延下去的 因为这个魏国的国力强盛 我这边拖延没事 那么诸葛亮呢 他来不及 他就没法拖延 那么诸葛亮 我们知道多次羞辱司马懿 把这女人的衣服 也给司马懿送过去了 就逼着司马懿 你赶紧出来给我打 但是司马懿就是这么拖着 果然诸葛亮六出七山的时候 积劳成吉 结果病逝在武藏元 那么这后来 这司马懿终于就靠这拖 就把诸葛亮给拖死了 司马懿回去就被封官夹决 再加上又过了不久 尚书陈群迎川明氏 并逝于洛阳 曹兄曹真呢 也都相继不在了 当年的四个辅政大臣 就剩司马懿一个人了 此时的司马懿 无论是声望还是官位 终于到达仁臣的顶点 他拥强兵于拥梁二周 与皇帝形成分闪而至的局面 这已经令一些朝臣感到不安 但是曹瑞却没有害怕 司马懿一家独大 反而还增加他的兵权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自从诸葛亮兵市后 曹瑞就觉得可以安享太平了 心思根本不在统一三国上 后宫加厉 从贵人到打扫庭院的工人 有上千人之多 几乎和朝廷的官员数目相当 不仅如此 他还任命了六名女尚书 来帮他处理政务 后宫如此多女眷 自然要扩建宫殿 曹瑞对扩建宫殿一事 乐此不疲 致使百姓负担沉重 魏国国力严重受责 曹瑞的行为 也激怒了一些地方官员 公元二三七年 辽东探守公孙渊 背叛魏国 自立为燕王 定独经辽宁辽养 各方战事不断 曹瑞还需要司马懿 为他四处征战 于是急招司马懿入朝 命他统领雄兵四万 前去平定辽东 这辽东小寇 本不足以劳动爱情 但是也只有派爱情出战 朕才有着必胜的把握 爱情觉得这一战该如何打呀 公孙渊若弃城逃走 此乃上计 据辽和以抗拒大军 为刺激 若作手相平 他必定会成为俘虏 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老臣觉得我方出征 他定会选择忠夏二级 爱情 那多久会取胜呢 一年足矣 好 魏明帝曹瑞 对司马懿的回答 深为满意 他满意的 不仅仅是司马懿 对敌情的分析 而是他谦卑的态度 此时的司马懿 已年过六世 两并斑白 行动多有不便 但在曹瑞面前 君臣的礼数 司马懿丝毫不差 既可以领兵打仗 还如此谦卑 魏明帝自然重视司马懿 然而 就在平顶辽宫的第二年 曹瑞病危了 接到照命的司马懿 日夜间行 终于赶到曹瑞身边 此时的曹瑞 已经奄奄一息 司马懿见状 趴在床榻边 便哭了起来 曹瑞凭着 极有的一点力气 交代了后事 命司马懿 与曹真之子 大将与曹爽 一起为辅政大臣 辅佐年仅八岁的幼主 曹芳 起初 曹爽因为司马懿年事已高 且威望很大 一直把司马懿 当作父辈来释放 只要有事 就去拜访咨询 不敢读断专行 司马懿对曹爽 也比较客气 所以在辅政初期 两个辅政大臣 在政治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要谋反呢 事实上 司马懿如果一早就有谋反的心思 他在曹瑞荒政时 就完全有能力拿下曹氏 原来曹爽掌握了权柄之后 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主要包括李盛 何彦 丁密等人 其中丁密更替曹爽出谋划策 他认为司马懿屡获战功 又辅佐三朝皇帝 功劳自然在你之上 日后恐怕难以控制 不如让他民生暗将 这样你就可以独揽大权了 曹爽听后认为甚有道理 便请皇上下旨 命司马懿为太傅 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 又将弟弟曹熙 封为中领军 曹迅担任五位将军 曹燕担任三级常侍侍奖 其他的兄弟 也都以列侯的身份侍从 出入宫廷禁地 司马懿二十三岁入朝为官 如今已年过七十 辅佐三朝皇帝始终得到重用 却没想到老了老了 却栽在了一个矛头小子手中 对于曹爽的胡作非为 司马懿没有选择正面对抗 而是装病不问正事 曹爽为了确认此事 还特意派亲信去司马家探听虚实 李大人 这边请 好久没来看望司马大人了 不知您病得这么重 如今我被任命为荆州刺史 此次来是特意来向您辞行的 病州可是药地 失与荆州不是病州 什么 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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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圣见司马懿 耳聋又糊涂 立即回报到曹爽 曹爽得知司马懿命不久矣 喜从心来 从此不再防备司马懿 独揽大权后 便开始大慈祥乐 他的饮食 马车和衣服 都与皇帝一个级别 甚至私自带走 为民帝曹绿的七八个才人 作为自己的妻妻 此事被郭太后发现后 曹爽竟然将郭太后 千万用民宫软禁起来 曹爽不知道 此时的司马懿是在装病 其事暗中已开始 与太尉蒋济等人谋划 准备推翻曹爽 政变之事 性命攸关 非同小可 没有十足的把握 苏马懿怎会轻举妄动 司马懿知道 在军事方面 他平叛孟达 取胜诸葛亮 平定辽东 在军中威望颇高 在政治上 他辅佐三朝皇帝 尽心尽力 朝中的大臣们 都对他敬佩有加 而曹爽却不得人心 论天时地利人和 他都胜过曹爽 如今只差一个机会 便可推翻曹爽 不久之后 公元249年2月 魏皇曹峰要去济阳城北扫墓 借此最先 曹爽带着他的三个兄弟和亲信的护家出行 当司马懿听说曹爽兄弟出城的消息后 马上调集家将 此时长子司马师为忠护君 以率兵囤司马门 控制京都 司马懿还着急过去的老部下 管领曹爽军营 然后面见太后 隶属曹爽罪过 要求废除这个奸贼 郭太后早已看不惯曹爽的所作所为 便批准了奏者 曹爽的亲信们都劝曹爽挟持皇帝到许长去 重整军队 再讨伐司马懿 但曹爽优柔寡断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司马懿趁势 用命人前去劝说曹爽 并承诺朝廷只免他官职 决不上他姓名 曹爽的亲信们都劝说他 不要相信司马懿 从晚上一直劝到第二天黎明 劝到最后 曹爽还是决定放弃抵抗 随后曹爽请皇帝下诏 免去自己的官职 随皇帝曹芳进入京城 曹爽一回府 便被司马懿派兵包围 不久司马懿就以谋反的罪名 诛杀了曹爽 及其党羽并灭三族 因果轮回 当年曹操挟持汉县帝已令诸侯 如今司马懿控制曹芳 权清朝野 朝中的大臣们还奏请司马懿担任 丞相一职 当年的曹操就是以丞相一职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 曹批代汉称帝后 便废除了丞相这一职务 如今大臣们这样做 也是在告诉司马懿 他们已经认定曹魏天下要改姓了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 易主之事频频发生 曹魏的大臣们也容易接受 不过司马懿却连续上书十余道 断不接受 态度之坚决 让朝中的大臣们无所失从 难道司马懿对权力 真的没有任何的渴望吗 在当皇帝这件事上 司马懿心里边 当然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 他认为不能在他这儿就去当 虽然说权力在我这儿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 直接去当这皇帝的话 他前面有一个特别失败的点心 就是王王 司马懿对如今形势 有清晰的判断 曹魏政权历经四代君主 根基颇深 况且自己年老体弱 也不堪辞重负 果然不久之后 司马懿便过世了 终年七十三岁 纵观司马懿这一生 就好似一盘棋局 与高手对招 常一步失策 便满盘皆输 司马懿辅佐的曹操 曹丕 曹锐 均非等贤之辈 但他却能预想到 十几步 乃至几十步之外 早遭便做好安排 即便遭遇残局 也可 封回路转 起死回生 正是由于司马懿 被后世奠定了基础 司马家族才得以建立 西晋王朝 让三国乱世 得到了短暂的统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